我们放学了一起来玩吧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琉琉球哥哥 猜一下琉琉球哥哥 身后尝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松鼠最喜欢的松果 其实是松果吧 OK 实在是没有到 其实我只能随便找一个 因为接下来呢 马上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节日了 一年一度的Christmas 圣诞节呢 马上就要来临了 大家还记得 我们刚刚做过了这个感恩节的特辑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小朋友呢 都送上了感恩的祝福 不过我觉得相对于这个圣诞节来说呢 感恩节就好像是这个大餐里面的这个头盘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主菜了 所以今年的这个圣诞节 你们是怎么过的呢 并且呢 虽然现在我们的小朋友都来相信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tradition 我们应该写好今年想要的礼物 然后呢 赛给圣诞老人 比如说今天流球哥哥就想要一张可以中乐透的彩票啊 然后呢 可以就是 要很多很多的钱 哎 这边特效做很多的钱哦 那圣诞老人好每年都没有买足我的圆 我求求你了 OK 好 言归正传啊 那今天呢 这种球哥哥特别探班到我们的这个小主播 来看一下他们这个上课的情况 并且呢 据说我们的各位小主播呢 有很多关于圣诞节的花语 要来告诉大家 好了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 是要提前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 那接下来呢 首先有请我们第一位花语电影小主播登场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影小主播 Angel 圣诞节快到了 你们会我称的老人要什么礼物呢 你们可以悄悄的告诉我 要是你不想告诉我的话 那也没事 因为我不会花我的钱给你买礼物 因为我没有钱 还有呢 我关上来 想要一只小猫咪或者是一个手机 我想要一个小猫咪的原因是 因为小猫咪特别的可爱 然后我全部的朋友都有猫咪 就我没有 我感觉特别的尴尬 然后呢 我就想要一个手机 所以呢 你们别忘了给圣诞打了的嫌疑 不许他们不会把礼物送到你们家里 哇 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 我们的Angel真的很棒啊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重要的information 首先就是你破产了 你破产了 怎么了嘛 为什么没有钱呢 没有钱很尴尬哦 开个玩笑 是不是之前在Thanksgiving里买了很多礼物送给你家 没有 就是一直都没有钱 没有 一直处于破产的状态 好那刚刚你说到了你今年想要两个礼物对不对 一个是小猫咪 一个是手机 但是通常我知道圣诞堂只能满足你一个礼物 所以你compare猫咪和手机你只能要哪个 嗯 嗯 我可能刚小也要一只猫 但是我知道我爸爸和妈妈肯定不喜欢 哦 不过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圣诞节哦 新年的圣诞节可能两个你都可以满足 你就跟你爸妈妈说你要一个手机 然后猫的事情呢 我们家后边有一只猫 就每天都会回了大便 我可以把这只猫再给你 OK 好啦 那最后我们言归正常说一点重要的话 就今年的这个圣诞节 你又没有特别的祝福 想送给谁的 嗯 嗯 想那么久 但生你养你的父母了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呃 圣诞节快乐 谢谢你送我上课 好 谢谢Angel Merry Christmas 谢谢Angel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Isabella 圣诞节的时候呢 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开礼物的之后 因为呢 我呢 可以开我想要的东西 我今年呢 想要的是一个苹果电脑 还有个大一点点的iPhone 13呢 圣诞节的时候 你们想要什么礼物呢 啊 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啊 Isabella很棒啊 当然我们都认识了几年了 快三年了吧 对不对 差不多两三年了 你都长高了 你不能再长了 你再长了比我太高了 那就可以 我今天的礼物就是 祝对Isabella不要长高 开个玩笑了 刚才我算了一下 你想要的圣诞礼物 差不多要三千美金 How dare you 那个电脑加那个iPhone 那很贵啊 对不对 而且秋娇的告诉你 刚才Angel说她没钱了 你们现在今天提你 就是怎么了 钱都用到哪去了呀 我想问一下 平时你们的零用钱是怎么没钱的 是不是做家务啊 或者完成一些任务 爸爸才会 别人呢 不是 我是骗出来的 怎么骗呀 教教我呀 就是比如像掰个手腕 我就说 如果要是你这个掰手腕 能掰 如果要是能掰我手腕的话 给你 给你一百 然后她也出一百 然后她的手 也要出一百 放桌上去 然后等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这样子 好体验的 然后给卡把她的那个 可以这样子吗 就把那个 舔一下 然后把她一百给粘走 然后不是 舔一下 然后让她 再到她的手 你就拿 把那个钱拿走 好恶心好恶心 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 是你爸吗 我爸爸就说那个 或者是我哥 就说好恶心 好恶心 看来是出老天的老手 之后呢 我就说 妈 给我点钱呗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微信转给你 然后她给钱的招呼呢 我妈说 我妈说 微信呢 我说 我根本 我哥又说 我跟她说 我根本没有微信啊 然后又骗到了你妈的钱 是不是 哇 你真的很有天赋 来 掌声鼓励一下 真棒 来 那我们这个 圣诞节的祝福 提前送了 你有什么祝福 要送给身边的人 就是能节快乐 而且 不要没钱 很现实 来 掌声鼓励一下 耶 Merry Christmas Yisabella 大家好 我是华尔电视台 小主播 Yelin 今年圣诞节 我最想要的礼物 它叫 Cheese Greater MacBook 这个电脑 是苹果店做的 这个电脑 五万块钱 我想要这个电脑 因为我想让圣诞 让人穷一点 然后 所以它不要一直 给小孩礼物 我最喜欢的是 圣诞节 因为 每年圣诞节 大树上 下面会有很多的礼物 然后我就等不及 把它每一个都猜 可以看了以后 都是什么 这是因为 我喜欢圣诞节很多 我也很喜欢圣诞节 因为 妈妈 爸爸会做很多好吃的 放在桌子床 吃一个很大的 一个饭 一顿饭 今年圣诞节 我要把祝福给妈妈 爸爸 我的鱼 还有我的鱼 和木龟 我先给妈妈 我的祝福 是身体健康 就是努力 爸爸要好好努力工作 我的鱼 一直祝福我 好好学习 我的鱼 很胖 她很喜欢吃饭 那就祝福她 一直好好吃 我的鱼 现在一直在睡觉 那就祝福她 好好睡一冬天 我觉得圣诞老师 好惨啊 为什么现在的礼物 那么贵 而且有那么大 而且还那么重 你知道 累死那些 Ring Deer吗 OK 我刚查了一下 真的有这么 贵的电脑 你为什么想要 那个电脑 这是全世界 最贵的电脑 是Apple 最贵的电脑 对吗 嗯 嗯 但你明知道 你不会实现 你还想要这个电脑 所以你想想要圣诞老人 broke 对不对 或者圣诞老人 可以把别人 小朋友的钱 就是挪到你身上了 嗯 好 都是同言无忌 然后另外第二段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 Yin Lin 她的这个 前面爸爸妈妈的 主妇都很好 就是 后面 从一开始 到鱼 到乌龟 感觉 鱼 乌龟 他们好像是 一个档次的 是一个level的 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 小姨对你的帮助很大 对不对 小姨是不是一直陪在你身边 嗯 而且陪你玩 教你功课 她在中国 她在中国啊 那你们怎么沟通呢 媒信 哦 每天吗 嗯 但是你好像很喜欢小姨 你觉得小姨身上最棒的 那个部分 最让你崇拜的是什么 她的性格 好 然后鱼和乌龟 也是你的好朋友 对不对 so sad 她哭了 那就祝你的鱼 快点成为一家好吃的火烧鱼 爱你买 哈哈哈 好 谢谢鱼铭 Merry Christmas 加油哦 新的一年要到咯 大家好 我是华语言诗小主播 Arnstein 这个Christmas 我会问Santa 要一个elf 因为elf 是做Santa玩具 然后 如果我有一个elf的话 那个elf 会给我做玩具 今年圣诞节 我要把祝福送到 我的家了 祝我妈妈身体健康 祝我姐姐天天开心 好 Arnstein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那从我们的Zoom上的课程到现在 Arnstein是越来越优秀了 那刚才我们几位女孩子 她们说有要手机的iPhone的 有要什么 the most expensive Apple computer whatever 那些东西 你很聪明呀 你要一个elf elf 就是可以做所有的东西 对不对 对 甚至 肉球哥哥想要很多的钱 她可以给我一个money machine 对不对 然后我想想 按这个 发生这个money就出来了 求求你了 please 很聪明 但是我觉得elf 是美国的一个文化 所以你每年都会有elf吗 每年都会有一个 好 最后祝福也要送给妈妈和姐姐 对不对 OK Give me a hug Merry Christmas 怎么样 我们的小主播 是不是都特别有才华呢 我觉得都长大了 以前小师傅呢 只会泛泛人才说 哎呦 圣诞节我要祝福什么什么什么 那现在呢 他们都跟这个经济挂钩了 我觉得特别的好 长大一定特别有出息 OK 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 要感谢我们大班的各位 欢迎点小主播 给我们送出的圣诞祝福 和他们心里对圣诞节的 一些想法和一些概念 还有一些感悟 我觉得很好 然后我们的小主播呢 我觉得口才是越来越棒了 那在这里呢 肉球哥哥呢 也想提前把我们的祝福送给 所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各位可爱的 华语电视小主播 我觉得一个学期呢 很快就要结束了 那圣诞节过晚呢 又是新的一年 我们之后呢 也会就新年啊 问一下大家 这个新年的决心是什么 但是呢 我们基本上又长大一岁了 我希望小朋友在新的一年 对自己有一些新的计划 然后要完成自己新的目标和梦想 这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在你们的成长道路上呢 一定要实现你们自己的梦想 成为你们想成为的那个人 人肉球哥哥和我们放学了的节目 都看好你们哦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就进入可爱的卡玛拉的时间哦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为什么弟弟看索自然 我是为什么弟弟 我是卡玛拉 我是卡玛拉 哎卡玛拉 怎么回事啊 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咦 没有了 就是我昨晚吃眠了 吃眠 吃眠的话就要数羊呀 哎呀说到数绵羊 我就生气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数绵羊的时候 数到第296只绵羊的时候 有着很胖很胖的绵羊 我怎么跳就跳不过栏杆 我就生气地问他 怎么吃得这么胖 他给我顶嘴你知道吗 他怎么说了呀 他说他不胖 是没人给他剃毛才看起来这么胖 我就说你胖就胖 还找借口狡辩啊 哎 为什么弟弟你说 绵羊要剃什么毛啊 哎 这你就不知道了呀 本期主题 可爱的绵羊们 为什么要不断地剃毛呢 羊毛如果不剃的话 它就会变得非常长 又变得很重 它会滋生一些细菌 然后会造成一些疾病 甚至是死亡 哟 跟你讲 哦 这么严重 嗯 所以说呀 下次如果你再遇到那只羊的话 你要好好告诉他 要好好剃羊毛 小朋友们 你们理解了吗 小朋友们 绵羊的毛是会不停生长的 如果不帮他定期剃毛的话 不仅会限制绵羊的活动 甚至会支撑视剧 对他们来说是特别不好的事情哦 而且羊毛对于人类的生活上来说 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做成衣服 毛毯等纺织品 所以人类和绵羊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朋友哦 小朋友们 你们了解了吗 欢迎玩到今天的节目 哎 就是不知道几个Q&A 博士和阿布全都在 让我们一起来开派对 耶 嘿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开派对 如果开派对的话 我要准备哪些道具啊 博士 嗯 道具不是最重要的 要开派对呢一定要有个派对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氛围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有氛围呢 好啦 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就叫做氛围实验 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要用到的道具有 塑料排水管 彩色碎纸 盆子 首先我们拿起准备好的排水管 再将排水管的一头放入盆子里 然后呢 以坏人的方式甩动另一头 我们看到碎纸被吸进去了 从里头喷了出来 这是什么原理呢 小朋友 你们知道吗 这个也太酷了 难怪你是护道包博士 嗯 那你就不好奇 护道包博士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哎呀 排水都要开始了 还管这么多干嘛 嘿嘿嘿 阿布 你能不能有一个求学的心态呀 哼 到包 那博士 你快告诉我吧 好啦 那我来告诉大家 也告诉你 其实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甩的这根水管里面呢 有大量的空气 当我们在甩的时候呢 这个水管里面的空气 就把柴脂穴给带上来了 就营造出了很快的效果了 原来是这样啊 博士 准备好了吗 走 party去 水管里本身就存在着空气 当我们在甩动水管的时候 就会带动空气 产生吸力 就能把碎齿穴带上来了 就营造出了很party的效果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不一样姐姐的童话王国 我是小鱿姐姐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好朋友阿布 她的股子前面 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是有一天 问号突然不见了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快点跟着小鱿姐姐 一起去看看吧 阿布的问号 一天阿布对着镜子说 我最喜欢我的问号了 可可在窗外偷偷地对可可说 我有个主意 第二天早上 哭啊 早安 今天也是好天气呢 阿布走到了镜子前 忽然间 看到了自己的肚子 我的问号不见了 阿布跑出去 着急地说 卡曼拉 我的问号不见了 卡曼拉说 我帮你找找吧 或许就在这附近了 可可和可乐 躲在一旁 嘻嘻嘻地偷笑 不偷 救命啊 我们不会游泳 阿布提忙跳进水里 抓紧我的手 可可和可乐 哇 得救以后的可可和可乐说 谢谢你救了我们 卡曼拉惊讶地说 阿布 你的问号回来了 可可和可乐知道错了 赶紧道歉说 阿布 对不起 我们不该用颜料 把你的问号除掉 小朋友们 你们都记住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为什么底底探索自然 我是为什么底底 我是卡曼拉 卡曼拉 你有什么愿望想实现的呀 我想要长命百岁 为什么是长命百岁呀 因为我最习惯的动物是海龟 我看他们都能活这么久 我想和他们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如果你想长命百岁的话 从现在起就得早睡早起保养身体呢 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吧 你说海龟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呢 难道我也要活在海里吗 哎呀 如果你活在海里的话 可能连一天都蹭不过去呢 小朋友们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啊 这里我就来为你解释一下 海龟他们的新陈代谢比较慢 所以他们的肌肉衰退和机能 衰退了也就比较晚了 还有他们吃的少 竞争少 天理也少 所以一般情况下的话 他们是可以活了很久的 那他们到底能活多久呢 嗯 海龟的平均年龄是120岁 目前活最久的海龟是152岁呢 从今天起 我一定要早睡早起 好好看见身体 就能跟海龟当一辈子的好朋友了 嗯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圣诞快乐提醒祝大家啊 好那今天的节目很有意思对不对 我们不光看了我们美国的小朋友 对于圣诞节的一种感悟 还有自己的礼物清单 反正我要是Santa的话 我就会说 我不认识你们 哈哈 然后呢我们这个大陆的小朋友啊 我们的爱奇迪家族的小朋友 也是非常的可爱啊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 呃 科学知识 还有许多的这个中国文化 就特别感谢他们 好了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也是要告诉我们在南加州的各位孩子们 如果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小主播 并且呢 可以在各个节假日呢 把自己的祝福 然后把自己想说的给这个亿万观众看的话 就要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小主播这个训练营了 我们的报名电话是 6263212372 6263212372 我们的春季班马上就要开始了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成名的机会 OK 我是Rucho 好 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 我们放学了 一起来玩吧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我们下周 Nos 感谢观看